在一系丰田BZ4X这台车上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 首先在垂头刹前脸方面 一系丰田BZ4X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为空气动力学让路 可以看到几乎都是封闭式的面板 因此也带来了0.28的优秀的风阻系数 另外在细节上 丰田的设计师也是很用心 比如修长的大灯做了双眼皮 里面四颗透镜灯珠看起来也是很有杀伤力 另外在两侧还设计了导流口 这在很多性能车上才能看到 目的就是把空气导流至轮胎部位 一是辅助散热 二是优化空气动力学 最有意思的是 一系丰田BZ4X的前后轮拱上方都是撞色设计 这就营造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这样设计的好处呢 首先就是时尚感强烈 其次也可以进一步强化那种粗犷的鹰牌越野风格 让这台车更具个性 来到车身侧面 首先可以看到前击盖是向下倾斜的 这种线条的感觉 甚至像一台运动型轿车 可以优化空气阻力 还可以提供良好的前方视野 来到尾部呢 整体的设计非常的活泼跳脱 溜背造型配合贯穿式的尾灯组 让整个尾部的辨识度拉满 另外呢 车顶部分可以选装太阳能充电穹顶 通过太阳能转化的电量呢 一年可以额外提供1750公里的续航 当然了在我看来 选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外出的时候呢 可以借助太阳能 提供不间断的音响和空调的享受 这对于出行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当然了 丰田还是很注重实用性的 先开尾门之后可以看到 整个尾箱的优化是做得十分到位的 而且呢 开口做得很宽敞 放东西十分的便利 将第二排放到之后呢 会形成一个几乎纯平的空间 户外浇油作为大床也是很好用的 还有一点很方便的细节 就是这台车具备1500瓦的对外放电功能 露营的时候呢 插上电磁炉吃火锅不再是问题 那这台车呢 就是一台妥妥的户外移动乐园 来到内饰部分呢 整体的造型和细节 非常符合新时代年轻人的喜好 中控部分的设计很有未来感 中控大屏呢 是12.3英寸的 显示效果很细腻 而且无论是UI还是功能布局 都做得很舒适 而且呢 这台车的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也是很便捷的 只需要用拟好一气丰田来唤醒它 就可以实现很多功能操作 动口不动手 而且呢 这台车还有人脸识别 丰田执行互联 以及数字钥匙等 丰富实用的智能化配置 带给用户高效愉快的用车生活 另外呢 虽然很多功能也变成了这种触控式的操作 但是难能可贵的是 保留了空调的实体按键 使用很方便 虽然换挡是旋钮式 但是为了避免误操作 换挡时必须按下去 才能左右转动 保证了足够的安全性 这个设计要给丰田点赞 顺着往后看 这里是一个带透明盖板的无线充电板 这样手机来了信息之后呢 会被随时感知到 那盖上之后呢 一切又恢复了整洁 真的是很人心化 那刚才从外观上可以看到 这台车的体型是比较修长的 它的车长呢 是达到了4690毫米 是一台中型SUV 那轴距呢 达到了2850毫米 比RAV4还要长了160毫米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腿部的空间 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那至于乘坐舒适度方面呢 前排座椅的表现是没什么好挑的 无论是贴合感 乘坐中心感 还是填充物的厚度都没有问题 那后排座椅的整体乘坐感受呢 同样很出色 填充物是特别的柔软 所以说坐在后排是久坐不累 在核心的三电系统方面呢 一汽丰田BZ4X可以说是完全展现了老牌车企的技术积累 要知道丰田在电系化研发方面已经有着25年的丰富经验了 所以说在BZ4X这台车上面呢 技术优势也被展现得零零极致 一汽丰田BZ4X呢提供了两驱和四驱两种选择 两驱版本呢 我认为是比较适合日常家用的一种配置 电机的最大功率150千瓦最大扭矩266.3牛米 动力储备还是很充沛的 那四驱版本呢就更厉害了 百公里加速可以达到6.9秒运动性十足 那在ETNGA架构的加持下呢 这台车的整体驾驶感受也是超出期待 那加速是非常的线性平顺 丝毫没有不适的篡动 虽然体型已经进入了中型SUV的范畴 但是呢得益于优秀的铁盘调校 整体开起来是非常灵活的 BZ4X的悬架呢采用了前麦夫菌 后双叉B式独立悬架 这样的悬架结构可以明显提升车辆的稳定性 实现更好的前后运动平衡 同时呢BZ4X的四驱版本增加了 XMODE四驱越野辅助模式 和Grip Control智能如行模式 可以非常从容的应对各种复杂的非铺装路面 性能方面几乎是无可挑剔 电池方面呢 一汽丰田BZ4X采用了与宁德时代联合开发的电池 66.7度的电池包使得两驱长续航版本 CLTC续航里程高达615公里 那四驱版本呢因为更加偏重性能 虽然说续航稍有差距 但是同样可以做到500公里和560公里 这样的续航水平对于日商使用来说 已经没有问题了 而且作为传统老牌车 起一汽丰田对于安全方面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那这台车呢自研发之初的目标就是 10年以后电池容量保持率要达到90% 所以说呢在材料电池组构造 控制系统方面都做了很多的优化 丰田在25年电气化进程中始终保持零电池事故记录 这充分体现了传统车企的优势 相信也是很多人忠情于丰田电动技术的原因 通过对这台车的综合体验呢 我认为一汽丰田BZ4X这台车 称得上是一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车型 不仅因为它是丰田ETNGA架构下的首款纯电中型SUV 它更代表了一汽丰田深耕纯电领域的学心和信心 在这台车上我们看到一汽丰田它变了 但是它又没变 变的是各种顺应年轻人需求的巧思设计和人性化功能 那没变的是对于一台车底层安全和高品质的坚守 这份坚守难能可贵